您好,欢迎来到美籍小厨 今天我们来做意大利面包Fucaca 这款面包有不同的口味 可以用来当主食,做三明治 还可以做成披萨 今天我就用同一配方的面团 做三种不同的口味 先来看一下煮面团的食材 非常简单 500克中筋面粉 390克水 9克盐 1克干酵母 我喜欢加一小勺迷迭香增加口味 这是一个含水量比较高的面团 78% 新手的话可以适当减少水的用量 从65%开始 含水量高的面团 要是用揉的方法非常难操作 所以今天还是用少量的酵母 用折叠法让时间来帮助面筋的形成 我用的是粗盐 先把盐倒入水中溶解 再把酵母 迷迭香 倒入面粉中 稍作搅拌 慢慢倒入水 搅拌至看不见干粉就可以了 放入冰箱至少一小时 过夜更好 从冰箱里取出来回一下温 一看 还没有揉它 这个面团已经可以拉出膜了 冻的周围稍有锯齿 先来做第一次折叠 折叠的具体方法可以去查看我前一集 阿尔吉利亚面包的视频 链接就在屏幕下方 盖上让面团松弛30分钟 这是我做了两次折叠 也就是一小时以后的面团情况 已经可以拉出半透明的膜了 接下来让面团发酵至原来的两倍半大 这个配方可以做两个12寸的面包 先来做第一款迷迭香福卡茶 12寸铸铸锅 撒上橄榄油 把面团直接放上去 用手指边压边向四周推着面团 翻一下面 继续推压 感觉面团有回缩 就盖上让它松弛15分钟左右 15分钟以后 面团比刚才松弛好多 也容易操作 重复刚才的推压动作 直到面团覆盖整个锅底 盖上做最后醒发 大概50-60分钟左右 烤箱预热450华氏度 232摄氏度 进烤箱之前 再撒上橄榄油 迷迭香 盐 然后把手指沾上油 做最后的点压 中下层 烤到表面上色 大概12分钟左右 稍稍放凉再切 看一下里面的蜂窝组织 你就知道这个口感一定不错 现在来做第二款加黑橄榄的 15分钟松弛后 在面团的表面撒上切碎的橄榄 这里就不用撒油和盐了 因为橄榄是又油又咸 在推压面团的同时 把橄榄嵌入面团中 这样可以让橄榄的味道融入面包中 盖上做最后醒发 大概50-60分钟左右 烤箱预热450华氏度 232摄氏度 中下层 烤到表面上色 大概12分钟左右 是不是很漂亮 最后来做Fucasa Pizza 在面团最后醒发后 在表面撒上一层薄薄的奶酪 然后点上意大利面酱 这里奶酪不要太多 这样烤完以后 表面形成一层薄薄脆脆的奶酪层 意大利面酱也只是画龙点睛的撒一点 还是450华氏度 232摄氏度 大概15分钟左右 到表面的奶酪成金黄色 让我们来一次欣赏一下这三款面包 希望这个视频能激起您的想象力 也做出一款自创的Fucasa面包 好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